哈喽 我又来了 我又来打卡了 果冻 我一天基本上就是吃三条 早中嘛 然后割一条 就你们如果是下午要吃大餐 要聚会的话 可以一次干两条 就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来定 然后早上中午一定记得吃饭 不要你们直接不吃饭 这样不吃饭的话 那个基础代谢没有 反而就是掉不要这样子 所以你们早上中午就正常吃饭就行 下午的话可以想要快一点的 下午饮食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我先吃一条果冻 吃一条果冻 然后吃早餐 我还有给你们说一下生理期 生理期你们要不痛筋的话正常喝就行 痛筋的话就给它停了就行 吃的时候细嚼慢咽 吃完以后多喝一水 先来个鸡蛋 特别喜欢吃这种弹心的 我蘸的是油醋汁啊 你们也可以拿凹粉 单带仓 下午的话不吃饭的话可以单带仓的 下午的话不吃饭的话可以单带仓的 哦 凹粉的话它饱腹感也挺浅的 完iant 感谢观看